炸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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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今天分享鲸魚食譜 喜欢吃鱼的朋友 一定要看 它就是酸香磨丝状蒸鱼 可以用任何新鲜鱼 但今天我买了五鱼 虽然卖鱼佬已经和我摊开鱼 不过买了回来 仍然有点手末要摘 例如用把刀刮走多余的鱼 还有如果想鱼不腥 在鱼里的椎骨洗干净血水 我会用刀割开它 然后洗到它干净位置 洗到这么干净的鱼 蒸完之后一定不腥 接着就拿干 和用锤纺纸印干它 在鱼身戒几刀蒸的时候 比较均匀受热 然后撒少少盐和绍兴酒备用 蒸完的材料包括1茶匙姜 蒸完的材料包括1茶匙姜 1茶匙蒜蓉 1茶匙蒜蓉 1块陈皮浸完之后挖掉它的浪 然后把它切碎 1茶匙蒜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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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茶匙生抽 少许胡椒粉调味 1茶匙糖 1茶匙生粉 最后1茶匙油 然后拌匀 加上生粉的目的是蒸完后 结状料依然保持很稠的状态 如果喜欢比较稀的话 可以选择五落生粉 准备两块比较厚的姜片铺在碟上 也可以用冲段或筷子浪鱼 蒸的时候比较均匀熟热 将准备好的调味料放入鱼土和鱼身 水滚后放入锅中 大火蒸8分钟 接着我会熄火焗它2分钟 这样蒸出来的鱼真的很滑 不过蒸鱼的时间也要根据鱼的大小 等蒸鱼的同时 我们准备一下芫荽和葱丝 切完之后放入清水浸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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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接着再放上葱花 再淋上热油 一道又好吃又简单做的 磨屎酱蒸鱼就完成啦 如果喜欢我这条影片的朋友 帮我分享留言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